哈马斯潜入以色列袭击附近的音乐会 而对参加音乐会的人进行大屠杀 这事情一转眼就已经发生超过一个月了 而过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 更是让这世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 要么你支持巴勒斯坦 要么你支持以色列 不管你支持谁 有两个大国正在从这一场冲突之中受益 那就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了 俄罗斯和中国 这一场冲突给了他们一个宝贵的机会 去争取世界的支持 改善自己的形象 以及尽可能的去扩大自己在发展中国家 以及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或者这样说吧 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国家 正在很好地利用世界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试图以人道主义价值观 以及和平的拥护者自居 拜托 说到人道主义和和平的拥护者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联想到俄罗斯和中国去吧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 它甚至已经将好几座乌克兰城市 移为平地了 过去的一年 还不断发射导弹 攻击平民区 医院 学校 等等的非军事设施 还有俄罗斯去年在基辅郊区的布查 进行平民大屠杀 这是哪门子的和平拥护者啊 而中国也正在准备入侵台湾 中国的军机军舰不断扰台 数量还屡屡创下新纪录 你来告诉我 这两父子何来的信心 说自己是和平拥护者呢 普丁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当他看到以色列轰炸袈裟的时候 他紧握拳头 眼含热泪啊 嗯 这是怎么了 是发现和以色列军队相比的话 俄军在乌克兰土地上的表现 犹如一坨屎 所以紧握拳头 眼含热泪吗 普丁还说 在乌克兰的俄军 也正在和同样的美国罪恶资源作战 而俄军的战斗也将决定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命运 包括巴勒斯坦人的未来 自己都只能归在俄罗斯了 不如先担心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吧 至于决定世界的命运 这种伟大的工作 只有前世是子南针的习近平才能胜任 只有他才可以到处指名方向 而我们呢 就他指哪里我们往反方向走就对了 说到习近平 中国的立场也和俄罗斯相同 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怨而同的疏远了以色列 并将这一场冲突定性为全球反美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他们都认为以色列只不过是美国在中东的一枚棋子而已 在上个月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都投票 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尾巴冲突的决议草案 然后呢 美国也否决了他们的决议草案 从此呢 在尾巴冲突的问题上啊 联合国安理会在多次的投票中的意见都不一致 也不可能一致了 就这次你否决我 下次我否决你 无限轮回啊 我就不妨说白一点吧 联合国这东西啊 基本上和男人的乳头一样 都是没用的东西 尤其是在这种重要的时刻啊 如果联合国有用的话呢 俄罗斯早就撤出乌克兰了 投票谴责有个屁用吗 更好笑的是啊 伊朗将出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社会论坛主席啊 我老喂 之前伊朗少女因为投金法而被警察活活打死 以及伊朗政权对少数主义和妇女的残暴迫害 伊朗居然有资格出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社会论坛主席 那不如找我去推广素食主义好了 我会一边吃肉骨茶一边解释素食的好处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也说 有关国家必须秉持道义良知 不能执着于地缘政治考量 更不能搞双重标准啊 这个有关国家说的就是美国了 而中国将站在公道的一边 站在国际法的一边 站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边 我顶你个肺啊 共产党将良知啊 共产党将不能执着于地缘政治考量啊 共产党将不能搞双重标准啊 套用中国的一句网络潮语啊 这真是又当又利啊 也就是又要当婊子 又要利牌坊的意思了 中国站在公道的一边 那中国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吗 还是说俄罗斯公然入侵乌克兰 以武力改变国界是公道的吗 如果是的话呢 同样的逻辑之下 以色列也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啊 对吧 中国站在国际法的一边 所以海牙仲裁庭判决南海阻断线无效 你怎么不承认不接受呢 中国站在伊斯兰世界的一边 这一边有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吗 大家都在搞地缘政治考量 每个人都在搞双重标准 我也有啊 你就别假装你没有好吗 无论如何呢 哈马斯对俄罗斯和中国释放出来的信号 表示赞赏 哈马斯领导人之一的哈利德 最近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哈马斯就是要寻求和俄罗斯 中国这种大国合作 哈利德也认为俄罗斯从这一次的冲突中受益 因为啊现在的美国不得不把注意力分到中东去了 这无形中服了俄罗斯一把 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遭到全球的批评 西方和民主阵营的国家也对他进行全面的制裁 而以巴冲突给了俄罗斯机会去打破他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同时呢也出现可以改变舆论格局的契机 而普丁呢也抓紧了这一次机会 去拉近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因为加沙的问题开始让全球南方远离西方和美国了 俄罗斯认为啊 这可能让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更热情和友好啊 诶 come on啦 你喜欢的女生不喜欢你的情敌 不代表他会喜欢你好吗 而对中国来说 中国有可能受到这一次哈马斯突袭的启发 可以用在他以后入侵台湾的计划之中 之前的节目呢我就说过了 如果美国在日战的时候可以左右开工 可以兼顾太平洋和欧洲战场的话呢 那美国这一次也应该有能力去应付两个战场 但如果是三个战场的话呢 美国可以一心三用吗 别担心哈 短期之内呢 习近平还是没有那个胆量去跨越台海了 这我留到下一集再说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在吹 在打嘴炮之外呢 这两个大国目前都没有能力和意愿 去积极介入中东地区 反观美国呢 在冲突后的一个礼拜就派了两个航母打击群到地中海去了 最近啊 美国中央司令部更是主动在推特上表示 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抵达红海了 美国想干嘛呢 很简单 就是要震慑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 别茂茂然参战啊 要知道啊 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 可以携带两百多颗核弹头 必要时呢 可以毁掉一个国家 当然啦 这不可能会发生的 而真主党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的嘴巴 一定是说他们不怕美国战舰的 这就好像嘴巴上说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一样 基本上呢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收巴勒斯坦难民 他们给出的原因倒是富力弹簧啊 例如担心以色列是要借此机会改造当地人口结构 所以呢 呼吁巴勒斯坦人必须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而实际上呢 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担心 一旦接收了巴勒斯坦难民 他们很可能就在此扎根不回去了 他们更担心的是 随着哈马斯的深入 接收巴勒斯坦难民 也存在着把冲突带进自己国家的风险 例如埃及军方就和当地的伊斯兰主义的好战分子 打了好几年 埃及指控是哈马斯支持这些好战分子的 所以呢 在加沙旁边的埃及 打死也不接收巴勒斯坦难民 中国不是支持巴勒斯坦吗 要不接收几十万个难民逝世 虽然目前俄罗斯和中国还只是出张嘴 支持巴勒斯坦 但他们只是靠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外交姿态 就提升了自己在发展中世界的软实力 发展中国家对以色列在过去几个礼拜 对加沙的攻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 感到越来越愤怒了 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以示抗议 例如资历啊 南非啊 哥伦比亚 波利维亚甚至已经完全断绝了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所以呢 我相信接下来的俄罗斯和中国依然会支持巴勒斯坦 因为这样做有它的市场 它可以改善中俄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只要是世界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立场 那中俄两国就会坦然接受这种政治机遇 周在美国的对立面 尤其是中国 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损害了自身的实力和吸引力 美国呢 也同时因为支持以色列而遭到很多国家抨击 那中国的机会就来了 中国要的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 为了这个机会呢 中国政府啊 甚至放纵中国网民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大量发表反犹言论 也就是反犹太人的言论 最无聊的是呢 大量中国网民去电影评论平台 例如豆瓣不断的刷新德乐的名单 这一部经典电影的差评 而中国的官媒在这一次的冲突也有明显的立场 例如会选择性报道或提供不完整的资讯 对于中国官媒来说 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 稀奇的是 以色列过去即使在美国的百般阻扰之下 依然想和中国发展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 以色列对中国出口了各种先进的军事设备 除了技术 以色列还给了中国生产流程和管理体系 加速中国军工产业和西方劫轨 结果呢 一场冲突爆发 中国拒绝谴责哈马斯 甚至同情巴勒斯坦人 这没问题 我也同情因为这一次事件而丧命的平民 尤其是儿童 这同情没问题 这就和中国以及乌克兰的关系一样 中国在大量吸收乌克兰军工技术的情况下 作战能力获得大幅提升 就连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也是乌克兰卖给中国的 让中国吸收了不少航母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依然拒绝谴责这一个 搁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俄罗斯 如果中国一直认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话呢 然后却把真正的朋友一个又一个的推开 之后留下的就只有想占你便宜的猪鹏狗友 但我想习近平也不care了 毕竟要付出代价的也不会是他 马来西亚政府的立场是亲巴勒斯坦 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马来西亚除了没有和以色列建交之外呢 我们的护照甚至写明禁止前往以色列 虽然在少数情况下 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会因为个别情况 允许国人前往以色列 例如宗教原因 但总体来说 马来西亚是不承认以色列这一个国家的 而最近在马来西亚闹得沸沸扬扬的 绝对是我们的穆斯林同胞 发动抵制麦当劳的举动 这是因为以色列麦当劳之前宣布 每天会向以色列军队定量提供免费餐饮 最后还传出留言说 马来西亚麦当劳支持以色列 稍微有尝试的人都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还是有人会相信的 这抵制的举动成功让本来生意火红的麦当劳 变得冷冷清清的 尤其是在穆斯林居多的北马和东海岸地区 那里的麦当劳人潮大减 生意一落千丈 餐厅不得不只是员工停工 取消24小时营业 取消员工津贴 要求员工休假等等的方法 来减低运营成本和减少损失 这整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七千多公里之外的以色列麦当劳提供餐饮给他的军队 你们却在这里惩罚自己的穆斯林兄弟 在麦当劳工作的九成以上都是穆斯林 送餐员也是穆斯林 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 让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兄弟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 然后很明显的 以色列麦当劳是以色列麦当劳 他支持以色列军队是一种个别行为 这不是麦当劳的全球政策 因为基本上没有其他国家的麦当劳做出相同的举动 但最后的结果是 这些人以牺牲近在眼前的穆斯林同胞的收入 去生源七千多公里之外 数为谋面的穆斯林兄弟 这到底帮到巴勒斯坦人什么呢 现在这一股抵制风潮 还去到了抵制星巴克等等的西方品牌 我只能说这种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其实和中国小粉红没什么两样的 分别在于一个迷信共产党 一个迷信宗教 什么都略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宝贝